所以目前還需要再繼續 再深入調查 不過當然在這次事件 我們也特別發現到 這也凸顯了亞洲 很龐大的美白產品的商機 特別是台灣跟日本 感覺好像台灣跟日本的女性 特別崇尚美白 因為我們黃種人 其實我們中國人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有這樣一白遮三醜 好像就是說 你只要白的話 你可能你的這個感覺 就很比較特別漂亮 那其實在歐美 他們其實不見得說 就是這麼重視美白這樣子 那所以只要是 號稱美白成分的東西 在亞洲好像都還滿好賣的 在亞洲我們知道 大家都說一白遮三醜 所以這商機其實相當的無限 包括說台灣南韓跟日本 我們都看到很多這樣的商品 就是面上現在所了解 大概會分哪些樣的 美白產品比較多 其實醫師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他們也提到說 其實有一些產品 它會放一種叫對本二分 這是什麼樣的成分 它也是美白成分 可是它的美白是那種不可逆的 就是說你加太多 它不是合法的 那你加這個對本二分 你的這個白呢 你出現白板可能就是 因為它會抑制黑色素 所以你這個白可能就 永遠在那邊就會變一個斑 那因為你一定不會塗很均勻 就會動一塊 吸一塊 那杜鑑花唇的話 號稱是加利寶的獨家配方 就是他們家所謂的白化精脆的成分 對 那它是這種就是說 你只要停擦 那白板就會慢慢的淡回來 那所以說 其實皮膚科醫師都建議說 其實如果我們要選美白的成分的話 最好是比較單純一點的 然後就是你可能也要找一個 比較有信譽的廠牌 不過像這次加利寶 它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廠 所以消費者也很震驚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覺得 亞洲的女性 其實有時候要突破說 白就是好 因為其實皮膚科醫師說 其實一般人的膚色 就是說你很難從根本去 讓它整個變白 但是你可以讓你的膚質變好變亮 這個導致我們比較容易做得到的 不過我們也知道說 可能這些產品都會有一些風險在 所以之前也曾經傳出說 大家開始學著用這個 所謂的化工原料 自己去調製 那這樣子調製之後 當然有些人可能沒有辦法去嘗試 因此要選擇像加利寶這樣子的 國際大廠 而且它很昂貴 相對來說也應該更有保障 可是在挑選上 還是出了這樣問題 那剛剛你也特別跟我們提到一些 可能希望選這種成分比較單純的 那如果真的 只是一般消費者來看的話 我到市面上那麼多專櫃 那麼多產品 美白產品 那我們的女性朋友要怎麼樣挑選 怎麼樣去看這些成分說 哪些算是單純 哪些算是比較簡單 對人體無害的 其實像新聞有曾經有報導過 就有女性她就是可能在夜市或者是比較那種一般比較就是比較不是很不是專櫃這樣的通路 那她可能買了二氧化就是二氧化碳就是二氧化碳的那個面膜 因為二氧化碳好像可以這個 有抑制黑色素生成這樣說法 對 漂白這樣子 然後還有說用那個阿斯匹林 因為它裡面有水洋酸 用阿斯匹林也去弄在那個面膜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有些女生天然的最好 她就用那個檸檬的維他命C 然後結果因為其實維他命C的檸檬的這個它是感光物質 你擦了反而會造成曬的更黑會反黑 所以就是說還是可能就是到這個大的百貨公司或者是一般我們比較熟知的專櫃去 就是因為你說實在你也不太可能每一瓶都去驗嘛 那可能就是只能說看他有沒有通過衛生署的這個化妝品的查驗啊 查驗登記啊 這個可能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那甚至說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你現在的醫美也很發達 你可以去問看皮膚科醫師 看看他們有給說適合你的膚子什麼樣子的建議這樣子